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立刻撤除违法扣薪扣架公文 立即返还医护加班费 我要回老百秒 拒绝公私银行 我们公会今天来这边主要的目的跟诉求 就是因为医院最近对全体员工 还有我们的护理人员发出了这项公文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公文 它主要的内容是要求我们全院同仁跟护理人员 在7月31号之前 用扣薪扣架的方式 把欠医院的这些时数 用这个钱来返还给医院 我们公会认为联合医院身为一个公家医院 不应该这样子知法犯法 违法储存这个劳动力 然后呢还要求我们同仁 用这种公文强迫我们 扣我们的钱还给医院 会简单的说明一下什么叫做负实处 今天护理人员到医院上班 可能我今天要上八个小时的班 那早上呢我们忙完的病人 我们帮他准备出院啊准备去开刀 然后可能让他告一个段落了 那医院就会跟你说 我们今天呢病人变少了 早上也忙完了 像那个战床率比较低 所以呢他就要我们提早半天去放假 他要我们回家休息 回家休息了之后呢 剩下了这个欠工的这个四小时 他就帮我们储存起来 早上叫我们回家这个行为叫做批班 欠的这个四小时叫做负实处 那这个负实处呢 他会帮我们储存在我们的电脑 或是在我们的班表里面 那这个储存起来的实处呢 之后他就会跟你说 我们如果在你有加班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抵掉 抵掉我们就可以合理的 不用给你下班费 让你无偿工作 第二个当我们护理人员 或是我们其他同仁 不同意这样的做法的时候 我们问医院说 那我们有事情 我们可不可以请试驾 医院的主管 医院的主管这样回应我们 他说 你如果不跟我用负实处 难道你以后有事情 我要给你请试驾吗 用这种非常荒唐或荒谬的说法 要我们配合医院去玩这个负实处的游戏 我们认为这是不合法 第三当这个负实处越欠越多的时候呢 这个医院就会说 你现在欠我实处太多了 可能有些人欠十个小时 三十个小时甚至上百的 他却用这份公文 要我们在七月三十一号之前 把这个上百的小时 用无偿加班的方式 全部还回来 那没有 没有加班时数的怎么办 用你的补修 用你的特修 甚至用你的钱 来还给医院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要还 这是短短在四到六月 北市劳动局针对联合医院 开出了三次的违法 一次的监督 内容主要就提到 加班没有给加班费 特修 特修呢 他把他用这个 他的加班时数 用这个特修把他抵掉 这完全就是一个官方认证的违法行为 那联合医院在做什么 联合医院认为呢 你欠我的这些时数 我之前叫你去放假 这个原因不关我的事情 是你们员工的问题 所以你们要扣这个薪水来还我 联合医院这样子 代行违法 北市府完全开罚之后呢 他还是一样不理会 我们公会在四月的时候 发动了一次劳动检查 就是把这个负责座问题 给呈现出来 那其实 劳动局啊 在去年的专案劳检中 就已经提醒医院 这样子不行的 大型的专案劳检 去年一月已经开罚了 北市联谊 八间八个院区 就有六个院区 有这样子违法的情形 到今年 我们又发动了一次 他还是在违法 他们经询问院方的一个 高职员 就说 该原因有负食素 所以需要先 将加班费 用于补足 那个负食素 才可以申请 摩回 他就说 你这笔加班费就不能给 然后他的话 也都是 每个人申请都一样的结果 他就说 因为基地县公食制度已久 这个制度其实存在从医疗行业开始就一直有了 他就这样有戒有还的概念之下 那吃掉我们的加班费 我要分享是我们会员遇到的状况 他们的颁表呢 就是他们上班的公时 永远都会超过排定的公时 那主管呢 通常都在事后呢 去猜勤系统 去增盐 就是增减他们的时数 那联合医院一直以来 上班都是以猜勤系统申请为主 那同人如果要上去申请 他就会变成说 那个时数是你应该上班的时数 造成他无法申请加班费 那主管增减实处的目的是做什么 就是去填补他们临时被批班 或是没有门诊上的问题 那我们有会员反映 就是他这两年来都没有办法上去 申请加班费的部分 那我们有粗估他的计算金额 大概是7到8万元这边 那这个就是我们其中会员的一个金额 他在105年呢 共加班的233个小时 就是超过他排定的公时 那因为呢他有临时被批班的情形呢 就他的加班费全部都被吃掉了 那他这边有 对他吃掉的加班费这边就有4万6千多块 我们单位是用那个扣架的方式 来呈现那个不足的时数 如果我们的单位有不足时数 我们的主管会要求我们用特休的方式 去补足不足的时数 如果我们之前有多余的时数 在补修的方面 他也会用那个时数来那个偿还他 所以我们就没有多余的假去选择去 那个休假的部分 可以自由去做选择 所以就这样是被吃掉了 然后也有其他单位的主管也会用面堂 我们护理人员的方式去问说 你要如何清滑那些不时数的方法 然后必须要加写下来 然后还要签名化一样 我觉得这种方式真的是很不好的一个行为 所以我们觉得我护理人员有一个被欺压的感觉 然后我们的那个方表啊 就是如果我们是在OF的地方 如果是布的时数的部分 我们会用特休来吃掉他 所以他在方表呈现上是V张子 所以我们这些很多OF 都会用V的方式去做呈现 所以我们特休反而不能自己选择 是莫名其妙就是被清藏那些不时数的这个状况 去上班的时候就会开始先开会 先了解一整天病人的状况 然后接下来 医生就会开始去巡视病人 那个护理师也会开始把病人的所有状况 跟医生报告 然后 医生就会开始开很多的医嘱 包含说要给点滴 给抗生素 给药 做治疗 包含伤口患药等等 给药 这些医嘱全部都会开立 开立之后呢 就是护理师要辞行的工作了 因为医生开完可能巡视完一圈 只需要大概三十到一个小时等等 接下来 剩下的所有的这些工作都要护理师执行 所以 有时候医生你会看到 护理师那边叠起来的衣嘱 就是那种一本本的 医生要开立的东西 就是一本一本叠起来 护理师要处理这些所有的东西 处理这些东西要处理多久 凝聚一个人的照护时间 都要花上半个小时左右 能不能 可是因为 医院在这个部分 在我们长期以来啦 就是医护能力不足 所以要求我们很快速的执行 所以大家在医院看病的时候 很可能可以知道 住院的时候 医护理师来可能一下下 弄完一些事情就走了 可能待不到几分钟的时间 但其实 他必须要给你执行的作业 其实是要长达大概 十几二十分钟 甚至三十分钟长达的评估 然后才可以做的这些治疗 都压缩 只能剩下大概五分钟不到 对 然后 这整天做下来的结果 因为 医护压缩这个时间去完成了 他就说 今天病人有的也提早出院了 那他就说 那你事情做的差不多了 那你就提早走 但其实事情其实还很多 他只是把这些事情 挪给了另外一个比较资深的 叫之前的先离开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们觉得 这些之前的先离开之后 司宿就会欠起来 就欠他了 欠他的以后 要他出来多上班 他就比较没有话讲 可是这个一欠一还的 这个过程中 其实医院是赚的 因为他让我们欠 因为下次就不给我们加班费 加班费的成修是比较高的 他就不愿意付这个钱 所以他就叫我们先回去 以后就可以省下这个加班费的钱 这是他们打如意算盘 所以 常常医护人员 晚上都工到很晚才下班 都一毛钱也拿不到 主要就是因为有四十四人员 然后我们现在 除了说医院 这个问题以外 医院其实在去年我们的盈余这样子算下来 联合医院 有五亿多的盈余 但是光去年一整年 大家可以看到 随便一个护理人员 他副实数资料 就是大概四万块到五万块 那么 全联合医院 大概有四千多位的员工 两千多位的护理人员 这样算下来 一年至少基欠我们 大概一亿多的加班费 联合医院五亿多的盈余 其中一亿多就是我们的加班费 我们认为他们必须要先立即撤销这个违法的扣薪扣价的公文 并且要返还我们的加班费 然后我们除了这两个方案以外 我们还希望他们未来在我们的颁表上面明定各种价别 这张是我们的范例颁表 它上面前面的时数全部都是归零的 这个是应该要的 而不能有副十数的存在 副一副二副十 副一百都不行 好 那我们里面的休假日都明定了 所谓的立假日 休息日 国定假日 特别休假 以及所谓变形公使 挪移产生的普休日 这些价别全部都要在颁表里面明定 才可以防止他们利用说 这一天的休假日不明 来吃掉我们的特别休假 随便就早一天放掉 它明定出来之后 才可以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